好,那我們繼續,3,2,1 所以剛剛那個如果說你的 你是要給英文老師用 然後又不想限制他一次只能幾個字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把這個資料行數 因為你讀取本機資料之後 他就會知道你的資料行數是多少 那不過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你要先讓他讀取檔案 讀取檔案讀取之後 他才會知道資料行數 所以你這個資料行數是在 這一個動作之後才會知道的 所以你再把它放進來 如果你前面沒有先讀資料 你就去把資料行數放在這邊 他那個資料行數裡面是什麼 你就不知道 就可能會亂跑 好,那所以這樣子就可以讓他每次去 就是如果你給20個字 他就是1到20自己去亂數去挑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讓 直接把那個英文老師 檔案直接給他 讓他每次就是把那個文字檔 把那個文字檔給你就好 或是這樣子 你乾脆叫他從第一課列到第20課 全部列完之後 你就是去改這個檔名就好 你就自己改檔名也可以 或把它存在清單 然後每次就每天換一個檔案名稱也可以 所以做法很多 那剛剛老師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們在那個使用 如果老師是用 玩開放音體比較多的人 他會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他的Port可能被用 就是我們電腦在抓 抓Arduino的時候 他的這個裝置管理員這邊 我們不是會抓到CAM3或CAM4嗎 那如果你玩很多的人 他會一直加上去 那Windows好像到 到32吧 好像到32之後 就不能再顯示了 不能再用了 那所以如果你是因為這樣子 而抓不到你的Arduino的話 你就必須去把這個資料給清掉 那網路上都有清除CAM4的方法 各位再參考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1602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用法 那接下來我們要換板子 所以請各位把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板子給換掉 請各位就 然後把電先斷電 斷電 然後這個拔掉 那上面這塊板子 要拔的時候有一個技巧 我們通常會左右左右這樣 稍微晃動一下 然後一邊往上晃 一邊往上拉 兩隻手這樣 然後左 前後前後 這樣子比較容易拉出來 然後腳不會彎掉 腳不會彎掉 如果你直接這樣子拉 這樣腳會彎掉 所以盡量不要這樣拉 盡量左右左右 然後順 就是那個力量是往上的 這樣把它拔起來 我們要換這一塊 這一塊板子就是一般的感測器擴充板 它上面什麼都沒有 只有接腳 就是做好很多插座 讓你可以 喜歡哪一隻腳用什麼感測器 就用什麼感測器 自己接就對了 好我們一樣的方法 那 它的接腳好像比較軟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 先對一下它有沒有歪掉 歪掉的話先把它扳正 好像 受到擠壓會有點彎 好 因為它的腳比較軟 所以你要稍微對齊一下 確定每一個洞都有進去 然後一樣是屁股對齊 所以它前面會多 前面會多兩個洞 前面會多兩個洞 但是後面這裡對齊 我的大拇指這邊要對齊 這樣就不行了 這個有腳跑出來就不行 要把它推回去 老花的就把眼鏡拔掉一下 這個腳比較軟 所以 你先確定每一隻腳都有放進洞裡面 然後再把它往下壓 然後它的屁股後面是對齊的 然後再把它往下壓 然後再把它往下壓 然後它的屁股後面是對齊的 屁股最後一隻針腳跟最後一個洞 屁股後面是對齊的 那 長的這一邊 長的這一邊 上面會有兩個洞是空掉的 這個是正確的 好了就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會多一點點 大概多3mm左右 3mm 這樣是ok的 好 好 它這個板子的作用 其實就是把它延伸 就是把原來的那個插座把它做延伸而已 好 你網路上買買這一塊板子 它大概你買比較便宜的會買到這一種 好 這種單色的 好 這是前一代的 前一代的 那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用法差不多 用法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個是更早一代的 這是第四代的 好 這是第四代更早一代的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是第五代的 那我們這個是 彩色的這個是第五代的 就是另外一家的版本 好 我們通常給學生用的東西 喜歡有那個顏色管理的 這樣子比較不會接錯 那它的作用 它其實就是把 Arduino的D的那一排 我們Arduino不是有D0跟A0那兩排嗎 D0的那一排 它就把它放在這一排 然後除了這一排的D0到D13之外 D0到D13 白色這一排就是訊號 就是原先的D0到D13 然後它多了兩排 一排是紅色的V 跟一排黑色的G 它這兩排就是多了電源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模組買來 其實都是三隻腳 就是GVS這樣整排插上去 整排插上去 所以這個是 就是為了讓你方便增加感測器使用的 所以到時候你喜歡接哪一個腳 哪一隻腳 比如說D3 那你就插這一整排 這兩個就供電 這個就傳訊 這樣了解 那A0到A5就在這邊 變成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另外這裡呢 它有另外獨立一些其他的針腳 像剛剛那個LCD 它要減加SDA SCL就在這裡買 I2C的接腳 但是它的加跟減 它的電源是相反的 跟你剛剛那片的板子是相反的 所以你的模組在接的時候 這裡兩隻腳就要顛倒 如果你要接LCD 這裡就要顛倒 這注意一下 所以腳位排列都要看一下 不一定都一樣 然後這個COM COM是給那個傳輸用的 這TX、RX 事實上就是我們的D0跟D1 D0跟D1 所以通常這兩隻腳 我們是不用的 因為你在接電腦的時候 那個USB的傳輸 跟電腦的傳輸 就是用0跟1 所以這兩隻腳 各位就盡量不要去接感車器 接零件 除非你程式是斜死 斜死之後你是要離開電腦運作的 那這兩隻腳就可以用了 好 那然後另外這邊 這個什麼SD卡 這個是你要另外接SD卡 可以用 那另外這個13、12、11、10 也就是這個13、12、11、10 然後加就是正電 減就是負電 就是GND 所以這一排其實也可以把它當作是 四個數位輸出入 再加上有電源供應的接腳 等一下我們也會用到 反正這很多腳都是共通的 你要從這邊接也可以 因為它只是把它拉上來而已 把那個0到13拉上來 A0到A5拉上來而已 但是如果你買到的是這一片 你要注意一下 這一片很多人會犯錯 就是 它這個地方 它的那個D0到D13 它就沒有拉出來 A0到A5 這裡也沒有拉出來 所以這裡沒有那個針腳 沒有針腳 但是很多人看到這裡有針腳 就會以為這裡是A0到A5 就會插在這邊 如果你買到這種板子 這裡是沒有針腳突出來 這裡是焊點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學生不要插錯 如果是買到這一種 好那我們先來用 那個LCD 矩陣的LCD 那請各位把 那個點矩陣的LCD拿出來 點矩陣這個 這個蠻好玩的 這個可以做動畫 可以做很多應用 做指示燈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上面的接角 好這個矩陣LED 它叫做MAX-MX-7219 所以如果你去買 你要拿來在這裡用的話 你不要買錯型號 它有型號 MAX-7219 等一下Transformer幾乎裡面 看得到它的型號 所以自己買的時候不要買錯型號 好它有五隻腳 前面兩個VCC跟GND是供電的腳 有看到嗎 VCC跟GND是供電腳 在有一顆IC的這一邊 然後另外有一個DIN CS跟Clock 這個是用來傳訊號 跟選擇哪一顆燈亮的 這個你就不用管它 反正它有三個訊號腳 然後在另外一邊 還有五隻腳 對不對 這五隻腳 其實跟這邊排列是一樣的 它的作用是讓你串接 串接 在Transformer裡面 它可以一次控制到四個 那四個可以是一乘四或四乘一 或者二乘二 或者兩個也可以 一乘二、二乘一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串第二個的話 就從這裡串出去 直接對接就好 就是接下一個 接下一個的這一排 直接接過去就可以 好 那這五隻腳要接哪裡 來看一下 你現在這裡看不到 看不到這五隻腳的插座對不對 沒有什麼DIN CS Clock 沒有對不對 沒有關係 完全不用記 要看哪裡 要看你的Transformer 好 那我們把Transformer返回 剛剛 而且那個Squatch請你關掉 關掉 因為我們要重新開 因為剛剛講過 這個矩陣LED跟那個LCD 它的韓式庫比較大 所以它要另外重新燒入 那所以你把Squatch關掉之後 我們來重新連接 那重新連接的時候 要按LED矩陣 好 它叫LED矩陣 然後一樣 一樣 待會吧 我們先不要接 先不要接 先用不使用Arduino 然後直接打開 因為我們要看它裡面的接腳的位置 因為它裡面有起 所以你先不開 先不要送電沒關係 我們先按連線 好 連線之後 它一樣會把積木開出來 然後你在更多積木這邊 你就可以找到那個 LED8x8矩陣Max7219 好 這邊的接腳在這裡 這個積木 你把它拿出來看 原則上數位接腳都可以用 如果你跟它不一樣 你就自己改腳位 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這邊暫時是接在 DIN接10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VCC GND DIN 對不對 VCC GND DIN V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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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再來 CS是11 CS是11 CLK是12 CLK在這裡 12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排 這一排前面五個 加減10 11 12 剛好是加減10 11 12 剛好是加減10 11 12 有沒有一樣 有對不對 有 那我們就直接插在這邊 從加這邊開始插 那 如果你沒有這個板子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把那五條度方線把它插 把它拉開 一隻一隻腳去插 插在這裡 10 11 12 然後加減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就認這個接腳插 那這一個感測器板 剛好有這一排可以插 所以你就加減10 11 12把它插上去 請各位把它接上去 那VCC 對著VCC 這樣就好了 整排就會都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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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LED跟LCD 這兩個模組在使用的時候 你都必須把線先接好 接好之後才開始連接跟燒韌體 好 才開始做連接跟燒韌體 好 各位都接好了嗎 好 接好之後我們 因為這個是模擬的 沒有真正連接 所以我把它關掉 好 關掉之後呢 一樣 反回 好 全式方法反回 這一次我們就要正式連接 所以LED選好 好 然後請你把線 USB接上去 好 接上去之後 再選你的 Arduino的板子 然後一樣要自動燒韌體 好 因為我們用新的LED的韌體 然後一樣開Squitch 然後連線 好 連線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注意到那個 你的LED會亮起來 會亮起來 那亮完之後就沒有了 就整個洗掉了 這個也是正常的 好 那你要怎麼檢查它 到底有沒有可以使用呢 請你選到更多積木這邊 一樣 把這個接角的積木拿出來 請你執行它一下 執行一下 如果執行完畢之後 你的LCD有亮 有寫E 有寫這樣 有寫一個E 代表這是第一顆LED 那就表示你的連接是正常的 等一下就可以用了 如果沒有出現E 就是不是連線有問題 就是你剛剛沒有重新燒韌體在啟動 請你檢查一下 好 當你連好線重新接上去之後 應該 把那個設定的積木 弄出來之後 執行 它應該就會顯示一個E 那就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有串接其他的LED 它就會顯示2啊3啊4 你就知道哪一個是1號哪一個2號 3號4號 剛開始連接它會全亮然後洗亮 然後你把那個設定的積木放上去執行 它就會顯示1、2、3、4 好 那所以我這樣做 就是 然後 你拿到這 我自己放大 我自己放大 財物 這是單一顆的啦 單一個的 那如果你要做那個一層四的 其實網路上他有 有賣好那種 就是一排四個人 連在一起 如果你要買單一個 單一個連的話 你就不能用這一種的 因為這一種 他的金片放在旁邊 你卡不上去 會卡到齁 你就只能上下牌 上下牌他先接在旁邊 所以如果你要把他連在一起 你就要買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模組 不然他連不在一起也很難看 好 下午 下午那個回去做 下午再 忘記給他拿 各位就把它先接好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現在29分 我們等下39分繼續上課 我們就走 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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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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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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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